大彼岸天娜 中國不停地抓人 美國又不停地抓人 日本又開始抓人 我說的抓人是什麼 就是中國不停地去一些所謂的機構 尤其是那些燃調機構、民調機構 或者一些調查公司那裡作出拘捕 甚至是要你暫停業務在北京那裡 那當然也都抓了17個日本人被控告間諜罪 澳洲城裡被囚禁一千日 這位女士是一位記者 到今時今日不知道她有什麼事犯過 總不知就沒有釋放到 英國、韓國不少的國家都有人 包括之前加拿大的康明海 都是這樣 以前的西方國家他們覺得 和你談一下希望你放人 但是以習近平主席和過往很不同 和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很不同 當時只要外國一發聲 他們就會保外就醫 甚至釋放回去 但是今時今日不是 即使你親中親共都不是 就以台灣剛剛好有位仁兄被拘捕 這位仁兄在大陸長住 他基本上和統促黨即是白狼支持台灣 成為中國一部分的一個政黨 互相勾結一起賺大錢 結果他都被捕 中國已經去到草木皆兵的時候 即是連最好的朋友 就好像有位日本的學者 他在中國生活 他所有的東西都在說中國的好故事 結果他也都被判監 他被捕了錯了六年 接著他回到日本的時候 在那裡懺悔認錯 今時今日 你看到美國都是那樣東西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之前所謂的中國境外警署 這樣被關閉甚至被拘捕 更加觸犯了有三十二個 你們在網絡上蝕取美國的機密的人 現在作出通緝 最新的就是波士頓 抓了一位仁兄 他說過去四年在美國的香港人 因為聲援香港示威者而被騷擾 美國當局終於採取行動 在波士頓拘捕了一名長期 來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美籍華人 美國警方在星期二 在波士頓 布萊頓拘捕了一名美籍華人 梁利堂 起訴罪名是 沒有申報下擔任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 可以被判十五年監禁 空罪提到 被捕這個男人 過去四年裏面 在不同的反中共集會中 拍攝示威者的樣貌 然後交給中國駐美外交人員和公安 他也被指組織支持中國和統一台灣示威的活動 實際上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甚至加拿大也好 他們現在打擊的 就是中國 這一種這樣的威脅 實際上 對於中國來說 習主席說得很好 無論你去到哪裏 甚麼國籍都 首先你是華人 即使你現在拿到美國籍 你宣誓了 你是美國人 你效忠美國都 首先你是華人 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即使你宣誓了 或者你爸爸已經落戶了英國 跟著你在英國土生土長 跟著怎樣 你首先是華人 所以 我們中國 尤其是秦剛剛剛好 在歐洲他講了句話 他說甚麼 西方國家的長臂管轄 絕不能夠容忍 但是 中國這一種 是不是長臂管轄 是不是隻手 都伸長到別人的地方 當國安法也好 或者我們的法例 可以通行無阻全世界 的時候 習主席覺得這些是應該的 誰叫你是黃皮膚黑眼睛 是不是 但是當西方國家 一講到你的問題 甚至 甚至 向你的官員 更加的 就好像加拿大這樣 踢走 中國的領事 趙危的時候 跟著我們中國就說 這種是 長臂管治 你管得太過了 其實 既然拿到美國籍 宣誓了自己作為美國人 效忠美國的民主價值的話 為何還要做這些事 是利益的問題 是被要脅的問題 還是甚麼問題 其實現在近期 你見到 中國海外留學生 都開始降溫 就以澳洲為例 之前每每一有集會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大量的澳洲留學生出來 扯著國旗 開著法拉里衝出來 在加拿大也是 但是當西方國家 現在正視著 這一種行動的時候 他們現在開始反映 當然來到這裡 一定不是第一槍 陸續有來 既然落戶在美國 落戶在西方國家 好好讀書 好好培養自己 作為一個世界的公民 應做的事 可能好些 好過為了少少的利益 不停地去賣 但是到最後 引火燒生 你雖然是美國綠卡 如果你不是土生土長的話 美國人 真的會踢你出境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 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